娱乐圈大爆料,王一博、赵丽颖、景田、张彬彬、郑爽、秦岚、刘浩然 不愧是赵丽颖,久未露面,最新照片短发现身 尽管没有正面照也是立马火上热搜 赵丽颖最新晒出的生活照,剪了短发的她 头戴着一顶帽子,整个人显得非常轻松随意 王一博的《长空之王》也已经定档 再加上另一部电影,她手头今年有四部电影陆续上映的计划 她还有国外行程,团队正帮她安排参加五月份 时尚奥斯卡Metgala活动的事宜 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 景田和张彬彬又收到了二搭的剧本 尽管两人对二搭并不排斥,但在斯腾离开后 他们参演的剧集反响一般,也开始失去热度 但两人总是无法同时接受二搭的剧本 因为这些剧本要么质量不佳,要么与他们的时间安排无法匹配 因此他们只能考虑其他剧本 郑爽现在不会随便回复张恒的消息 每次回复都需要经过律师的咨询或全家商量 他不想给对方抓住机会在言语上攻击他 然而,显然张恒那边已经有了准备 这些事在当地华人圈中相当出名 所以每当有点风吹草动就会传开来 秦兰和魏大勋的父母都在三亚 两家都有自己的房子 但他们互相拜访时不会带对方回自己家 两家暂时还没有见面 他们的关系还没有进展到婚姻的阶段 而且双方的家人对姐弟恋也有不同的看法 刘昊然目前的发展并不是很顺利 她的资源比较依赖于陈思诚和其他人脉关系 随着陈思诚对她的管理松懈 她的资源也开始分流 虽然她现在也看电视剧本 但并不轻易接受 她还是想维持电影小生的形象 影视圈中新进演员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 她也感到危机 黄多多成年后将会进入娱乐圈 这几年黄磊花费的大部分营销费用都花在女儿身上 而黄多多本人也喜欢成为大明星 因为是新二代 进入娱乐圈的道路还是很顺畅的 胡胡是运动员出身 和圈外男性朋友相处得很好 甚至养了一些被胎